以前说不能用台国的爸爸在网络路上 一旦过来跟他一旦去福利子 大概三月九日去国内 来到福利子去夹 不能够去世纪归宝 但我来一旦处理想的 大陆六五年去文化 我主文化去国家福利子 去世线 我想说来到什么战略 爸爸在家去八年年 年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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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 如果不再跟阿波利亚似乎 过年一年也要过年 如果不再跟阿波利亚似乎 打帮一年去过年 哪里跟阿波利亚似乎也不乐 打帮3月2日 到阿波利亚似乎 打帮阿波利亚似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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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莫跟阿波利亚似乎 也不乐了 热闹 烈枪要除罪 烈人要回家 烈人要回家 我们的猎枪 从过去从交易 从战争当中取得 甚至是非常精良的步枪 甚至是也有所谓的联发式的枪支 那我们认为做出适当的限制 是可以的 但是你既然要原住民用自制的 并且没有办法保证安全的猎枪 我们有许多就是少了一只眼睛 少了一只手臂的原住民 都是因为中华民国法律 这个错误的限制 这个中华民国法律 有很多人 那些人都没有办法 我们都没有办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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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能够在部落 真正被称许的猎人 他不仅拥有丰富的环境生态 或动植物知识 更是有能力照顾部落的智者 但是现代国家出现之后 收夺了我们的土地 让我们失去对于传统领域的管理权利 国家所制定的这些法律 处处限制我们使用土地与自然资源 甚至用刑法这种高强度的规范 来侵害我们的狩猎行为 台湾政府可以去正视过去的历史 并且依照国际人权法 还有各种国际人权公约 对于原住民族权利的各项保障 包括如何落实原住民狩猎 以及对于传统领域的自然资源 的自治以及管理等等 让国际人权法的这样的一个 对原住民权利的保障的精神 可以在这一次的事件案里面被彰显 下 indian的保障 发生了尽管理厌 狩猎不是原罪 恋人不甘无名 售些人不可怕 感谢观看